遠距離戀愛 難得的見面 約會情趣加倍 今晚第十七集的屏東南 與巴西南 都要出門與台北女約會 南北路途的距離 與跨國文化的距離 哪一種距離最遙遠 約會實況看分明 首先來追蹤的是 衛浴設備經理黃南翔 跟他配對成功的是 身高178公分的護理師Kuku 相隔半個月 黃南翔特地北上第一次約會 約會的地點選在東區 很女孩氣氛的下午茶餐廳 地點黃先生挑選的 兩人打算一面用餐 一面聊聊天進一步認識彼此 旁邊很強 旁邊上來嗎 屏東 偶爾 從屏東上來嗎 偶爾 就是大概跟朋友 我同學有學的話 因為朋友跟朋友 很多在台北 那 有時候也會看 來台北辦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嗯 然後 剩下的就是 就是今天比較特別的約會這樣 現在都不打開 好像好遠耶 蛤 我對那個 屏東沒有概念 對 不會啊 你現在坐高鐵大概一個 96分鐘就到了 很快 96分鐘就有多快嗎 就這麼 這樣子去 很近啊 見個面要96分鐘 我半夜想喝珍珠奶茶 你看怎麼辦 半夜喔 半夜的話 珍珠奶茶應該也沒賣了吧 半夜森林有誰在賣 哪個地方有賣珍珠奶茶 可以告訴我 半夜想吃鹹酥雞 半夜想吃鹹酥雞 那沒問題啊 這個還比較簡單啊 96分耶 蛤 96分耶 這樣是不是 蛤 絕對遠距離的那個 戀愛會有一點恐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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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題 好 妳說 我記得妳 上次說 那妳要看那個VCR喔 對 我今天有帶一個小禮物來 因為我知道各位就是 一集錄下來都要站得很辛苦 所以我帶了一個腳底按摩器 希望說待會兒有機會 配對成功的女生能夠幫她輸回 只有一個… 對 只有一個 我以為每一個 五年完 五年完 我覺得好像這個是反效果吧 對啊 因為會讓人家聯想到什麼 他爸爸啦 之類的這樣子 還有什麼 後來就覺得 因為是反效果 我就不敢把這個東西再送出去 然後我就想到說 該不會… 該不會是因為… 因為媽媽 因為你寫的那個卡片裡面的人不是我 然後媽媽就想說 要配對配料一個不是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就想說算了 沒有 媽媽對妳非常的欣賞 他非常欣賞 對 那如果說今天留登的是我跟恩迪吧 你跟恩迪喔 那我就選恩迪 因為身高問題 沒辦法 什麼 乃翔哥 您真是勇士 這種話您都敢講 實在令人佩服啊 這句話都說出來了 最後當然是 兩人各走各的路 各自回到自己的單身生活 不忍看下去 還是來最終巴西王子的約會實況吧 同一集 二十一歲的費丹尼 與二十四歲的Tina 互相來地兒 卻拖了一個月的時間 兩人才有機會約會 第一次約會 Tina選擇帶費丹尼 去通化街夜市吃 臭豆腐 天啊 這可是外國人排名第一 不敢吃的台灣小吃耶 不曉得Tina的心態是什麼 而費丹尼的心情又是什麼 恐怖美食大挑戰 恐怖美食大挑戰 很好吃吧 還好耶 這麼大可以 要加搭配泡菜才好吃 這個這麼大 這樣一口塞進去 真的嗎 真的 OMG OMG 好 來 快點 來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還可以有 還可以有 沒加辣椒 還有嗎 第三次太糟了 這麼多耶 沒加辣椒 很多 很多 我不敢吃真的 臭臭 我覺得很臭 本來 我覺得 我不敢吃 後來 因為我加這個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加辣的話 我不敢吃 對 你知道我吃飯的話 我就開心就有汗 第一口只是臭豆腐50分 對 然後第二口加泡菜75分 對 所以你現在加辣椒的話 就100分 最好吃 最好吃 對 最好吃 好 簡直是整人大作戰嘛 雖然充滿台灣味 但應該是一種恐怖的回憶吧 被辣飯的費丹尼 會有什麼感想呢 今天我來這裡跟Tina 一起吃飯的話 我覺得它滿好玩 就是我們又聊天很多東西 所以今天我可以 我又了解大家比較多了 所以我覺得很滿好玩的 我覺得我跟Tina還是 今天還是沒辦法 可以當女朋友的朋友 所以比較想要當普通朋友 對 比較 因為現在我覺得不是對的時間 我想真的是臭豆腐嚇死人了吧 我們聽聽整骨王Tina的說法 跟他出來真的很開心 可以一直 一直頂他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 滿健康 然後滿開朗的人 因為他不喜歡吃辣 然後也沒吃過臭豆腐 所以看他吃辣加臭豆腐很好玩 對啊 對啊 就覺得就是 可以整到他很快樂 我的媽呀 整人為了還掛在嘴邊 我們只能說Tina 你真厲害 這種心態與玩耍的約會 就像是普通朋友的見面 約會當然是 失敗收場 小朋友不要學喔 哭哭 更精采的約會實況 咱們下週見 好 各位女生站在這裡 想必在感情上 有一些嚮往跟無法滿足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是吧 好 至於今年各位的 桃花指數如何 我們今天為各位請來了一個 專家 這位對桃花研究得透徹無比的 就是我們的約會大來賓 蕭敬騰 來 歡迎各位 謝謝 珍惜下位 你今天這樣太貴婦了吧 怎麼會 我的媽 閃得我眼睛都快張不開 而且如果你是以王子的身分 你要到前面 跟所有的女生打招呼啊 好啊 對啊 現在嗎 當然 那還明天啊 好 好 厲害喔 你要我26個 你要我26個 你只要在這邊大家好就可以了 真的 好 謝謝 你好 你這種行為害我們播音樂 不知道該怎麼播吧 好啦 新專輯了 新專輯了 第幾張啦 第四張正規專輯 剛剛我們有講到 這個你身為一個桃花專家 我嗎 我嗎 不是你嗎 我嗎 好歹你來這邊 怎麼要弄一個什麼 厲害的角色 要不然你怎麼當約會大來賓 可以啊 你知道你今天要幹嘛嗎 我知道 你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今天就帶來一個心理測驗嘛 心理看嘛 對不對 對 怎麼測驗 測驗什麼事情 就測驗大家的桃花指數 用什麼來測驗 用一個看板 然後你用這板子敲人家的頭 沒有 板子沒有裂的 就表示你桃花指數高 動作非常皎潔 這邊有四首歌曲 好 一眼瞬間 你 好想對你說 Marry me 對 這個分別代表四種桃花指數 四種 你知道答案嗎 我不知道答案 你也不知道答案 你也要玩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2013年 大家的桃花運到底如何 而且桃花運有好桃花 有爛桃花 哈林哥也可以玩 我玩什麼 我玩 玩一下 自己玩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蘭花 好 來 我們先來問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歌熟悉嗎 還是憑感覺 憑感覺 憑感覺吧 憑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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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看你也一瞬間 哪怕是最後畫面 阿瑪不錯耶 你剛剛一個音 他馬上就抓到Key了 很好... 好 你 你... 我才不信 他馬上就抓得到Key 我可以跟他講 沒有... 你怎麼唱 啊 出現在夢 的你 已經從未發現過 的事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 我要抓著你的手 要對你哭 這蕭星成表現出色 阿瑪要計大功啊 馬上抓到 好想對你說 OK 好 好想對你說 靠近我 Baby 就讓我倒入你的壞 這歌他比較不熟 他比較不熟 你還沒熟 Marry Me Marry Me是新歌 他肯定不熟 新歌 沒關係 這一聽就很幸福的感覺 清唱一定很有那個 莊嚴的味道 就C 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 你說東 西 聲啦啦 這樣嗎 C完走B 然後順著下去 OK... 好 1 2 3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人 每一人 每一個你 都是幸福的曲點 永遠不會變 永遠不會變 每分 每秒 每日 每夜 每一個我都為你多愛一點 只求永恆 永垂 謝謝 好啦 各位都聽到了 這四首歌曲了 我待會兒問的時候 請你自己舉手 你對於哪一首歌最有感覺 那你的桃花指數也就在這裡了 對一眼瞬間最有感覺的 請舉手 只有Dream Free一個人 來 第二首你 喜歡的舉手 好啦 請放下 第三首 好 想對你說請舉手 最後一首你的新歌 Marry Me 就是在這張專輯嗎 對 它在裡面 它會是你的左大哥嗎 是 哪有自己都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可以 為什麼不能講 不能講 可以講 是啊 是啊 還沒打 所以未來大家會知道的 會聽到的 最後一首Marry Me的 請舉手 1 2 3 4 5 6 7 8 好 你選哪一個 你不要選新歌 一聽就知道打歌 可是我真的想選這個 你真的想選新歌 對啊 對 我也要選啊 我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這 它是 它不是選D就是選B 對 如果你不讓我選這個 我沒有不讓你選 我的意思說 如果你把你蕭敬騰出專輯的狀態 沒有...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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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就這個歌 對 你今天很有Feel的就是Marry Me 對不對 好啦 那我跟你一樣 我也選Marry Me 好 好不好 我們先從一票的 君飛 他選的一眼瞬間 他的桃花指數是 85 算高吧 對不對 算高 來 我解釋一下 付出的較多 得到的較少 可是有85不錯了啦 交往前查查他的工作與存款 感覺你會被騙耶 這樣子講起來這個85 反而聽起來有點壓力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桃花會滿多的 可是好像狀況也不少 就爛桃花很多啊 好像是這樣子喔 對 C就是好想對你說 選C的朋友請看 桃花指數60% 恭喜你們要繼續 在網址的約會待下去啦 好 你看 這個狀況常常出現 想法不一 昙花一現 好 重點是 不要太快發生肉體關係 他剛剛還幫我接 不要太快發生肉體關係 生肉不能吃對不對 不要太快發生肉體關係 要小心一點 謹慎一點 當然啦 當然 還肉體關係咧 你們這邊都離開不了了還肉體關係 第一 十一位 十一位 你 你最多 你最多 可是我們兩個選那個Marry Me 所以他可能壓在最後 你的桃花指數只有40% 就是說你今年可能 要守得什麼...開什麼... 忘了 桃花曖昧 純屬友情 如果甘妹很多 就要小心囉 這個意思啊 甘妹應該是一個代名詞 甘妹妹嘛 對 意思就是說如果 你碰到的這個男生 他旁邊有很多女性出現 小妹妹 小妹妹 也許是工作啦 也許是朋友 你可能要小心 這個肯定是爛桃花的 最後 選Marry Me的 幾個人 加我們兩個 不是 加我們兩個女主角 不能講講公主的 來 給她看一下揭曉 Marry Me的桃花指數是 3 2 1 請看 不吉祥啊... 吉祥啊 還沒掉 應該是這樣 還沒掉 但是... 都是你啊 但是... 你把我的桃花也搞爛了 3 2 1 遇見真愛 幸福滿分 記得第一次約會要搶付錢喔 好 好 準什麼 我請你們出去吃飯 都是你們自己付錢嗎 還不是我付錢 你覺得準嗎 我不知道 明天再說 明天再告訴你 沒有 現在已經是今年了 我們這個節目 大家看到... 不錯啦 他現在反應已經夠快了 如果我以前這樣講他就說 不會啊 我們今天12月9 不錯...有進步 好啦 不管怎麼樣 蕭敬誠同學 第五章 是 第四章 沒有關係啊 第四章專輯 第四章專輯 以愛之名 馬上就到你的身邊了 謝謝我們的 約會大來賓 蕭敬誠同學 這就是今天的王子的約會 來這個舞台 沒有成功 沒有關係 最少你踏出去了 你的第一步 以後你會有機會的 歡迎所有的朋友 來到王子的約會 我們下個禮拜見 拜拜